以人文之美深入社區 廣州慈濟之工推出花道課程 让民众透过植物美学修身养性 希望在生活当中 这么忙碌的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 由花这么的一个境界美美的 来改变每一个人的心态 在擦花的过程 学习如何去宁静自己的内心 去欣赏还有去安住当下 这次的课程主题是庭园之美 志工准备了黄色 红色及绿色花材 如何搭配相互辉应 花艺老师传授秘诀 庭园之美有三个花形 一个就是直钛 还有一个斜钛 再有一个随钛 这个基础扎实一点 往后学习真善美花道 不会这么困难 许多学员都曾在别处学过插花 对于慈濟的花道课 也有不同感受 这一次擦花和之前最大的不同 是融入了慈激的人文 而这种文化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 在擦花之前就把我们的心鲜美花了 外面主要是从艺术的角度 来欣赏每一道花 来实际的是从心里面 发自心里面去心想花道 受过很多 所以我很喜欢来这里上课 花道课让学员烦躁的心 宁静了下来 也把春的气息带进了课堂 大家新闻这上面志工 陈渺恒谢恒广东报道